飞燕更是和同胞妹子一起伺候皇上,专善后宫,也使得说法,皇上就是在他们的床上惊突而死的,飞燕姐妹有个拐棒姑妈,颇有打扮自己的手段,姐妹俩是偷情的结果,娘亲不在身边,所以不免把姑妈当娘亲,姑妈也不含糊,尽平生所学悉心传授,其中就有以涉香缔造身体的独门功夫, 姐妹俩果然腰骨心细,一箱扑鼻,令女人堆里撕祸的皇帝都把持不住,只是却有意外的代价,那便是月水稀薄,终于不能生养,独门功夫变作独门暗器,事事真的难料,遵照科学的表述,雄射到了发情时节,肚脐和性器官之间的腺体上,会散发出用来勾引异性的气味, 而同时并发的分泌物,则有令人不快滴臭味,不过,经过高度的稀释之后,便会放射出涉人心魄的香气,这正是极其名贵的涉香,香味总是让人愉悦,女人自然喜欢,并且用它激发男人对自己的爱意,男欢女爱, 人之春情,再正常不过,只是这常理之中的春情诱发,内中居然埋伏着血腥的杀戮,索取涉香之道,不可避免的需要击毙那勾引婆子的发情者, 据说那为了肉欲,这来杀身灾祸的情种,早已窥破人的歹毒心肠,被追击得无所逃顿时,便迎头撞严,磕死自己,并且用腿脚踢裂香囊,大有是可杀不可入的气节, 射香的入药,尤其以腺体上明洁的颗粒最为上品,术语叫当门子,听着彭妇看门护院的家丁,把门儿的射香,在国一门看来,性自走窜,穿透力极强,为其如此,所以他十分便于书进身体上的各个俏眼, 医书上指出,这家丁吃下去,果然令人摆毛酒窍生香,拐棒姑妈的嫡传,果然不错,不过并未发现有吊爆去肥之功能, 而家丁禀父的青阳飞窜本性,往往流血淫味之气,妇人缘是以血为生的油物,血海里不安分容易导致空虚, 补养唯恐不及,如何可以轻易发散,相封所过,自然要担负血海一样的干系,段子绝孙,是他天的罪过,排在开除老婆的七项惊喜里由第一顺位,皇室更牵扯设计之重,皇上有之,也得忍痛割爱,起码不舍的拼血墨金之躯和